全美国到底有多少种性别 刚才三天粗略的数一下 可能有上百种 你敢信 事情是这样的 今天我在网上 无意中收到我这边 美国的一个跨性别福利申请表 然后往下一番 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我去 这性别有这么多选项呢 来我们一个一个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 sist gender woman 和这个woman 我就分不清是啥意思 sist gender应该是顺性别 就是她是认同她自己是女性的 那和第二个女性有啥区别 谁能跟我说一下 下一个 transgender woman 这就不用说了 跨性别女 然后woman of trans experience 这个意思应该就是 有过跨性别经验的女性 可能就是说 服用过一些基础类药物 然后做过手术啥的 这个我就不太理解了 woman with a history of gender transition 我刚才想了一下 这意思可能就是说 这个人原本她就是个女性 然后呢 她有过变性的历史 变成男性了 之后她又后悔了 又变回女性了 所以说她之前那段 变成男性的呢 成为了历史 不行 我感觉这么分析一下 些脑细胞得少一半 咱还是挑重点吧 比如这个 xenogender 她的意思呢 就是一种超出了 人类理解范围的性别 比如说动物 植物 生物 事物有关的性别认同 说白了就是不是人了 你可以理解为 你的性别呢 是一个武装直升级 还有什么 但是你们知道 我们刚才网上一搜 居然还有个叫 Demi Bad Gender 就是一个人同时认同 两种性别 可以在半男和半女之间 来回切换 这是一种性别流动的体验 说白了点 这个就叫凑不要脸 这个耍流氓 有什么区别 朋友们 离大普拉 朋友们 这居然还有个Food Gender 这上面介绍说 它是一种肠胃性别的 亚型性别 与食物相关 这可能和味道 质地 外观 或者食物 换起的感觉有关 该性别呢 面包性别 那我知道我啥了 我应该是属于这个 食物性别下面的 分支碳水性别里面的 建米果子性别 朋友们 你们也赶紧测一下 你们是属于啥性别吧 后面的性别实在太多了 我要一天视频 肯定讲不完 如果你们想接着听我聊 可以点赞评论 让我知道